运球就快要扣住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近日 美国媒体疯狂报道 一起交易留言 勇士意图再次打造宇宙战舰 打包送走一些球员 换来七六人当家球星 大地恩彼得 勇士送走谁 我不太关心 当然 总不能是酷吏与恩彼得 互换东角吧 至于这起交易能不能发生 我也不是很关心 此刻鲁鱼只想拿着小洞子 当一名吃瓜群众 用战术感画一画 如果恩彼得降临勇士 他们可以打出哪些战术 这个交易究竟能否发生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说 但是不耽误我们随便画画战术吧 库里生涯首次搭配超级内线球星 想想还挺刺激的 首先 在场上执行战术球员都有哪些呢 我们假设 勇士首发阵容 只有库里与克莱 其他两名球员安排具有三分能力 功能性较强的封线球员 从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讲起 恩彼得可以融入勇士吗 是可以融入的 恩彼得与勇士 双方很好满足各自供球问题 在之前约基奇影片 我有简单提到 大帝拥有比约基奇 更强势的进攻欲望 如果为他搭配一名吃球大核心 懂得他的单打区域 进攻短恩彼得会非常恐怖 恰好 恩彼得的单打也是勇士非常需要的 当勇士水花三兄弟手感冰冷 内线打不进 勇士会急需一名有出色单打能力球员 并且 勇士的内线很薄弱 他们在今年常规赛 往往需要靠五角阵容 以拼命三郎的换防姿态 才能将将保住内线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 倾尽全力也要培养怀斯曼 勇士非常缺少虎框的球员 方手段恩彼得 可以很好完成这项工作 出去拦往太阳 这种中距离非常出色的球队 恩彼得面对挡拆 大可放心地沉下进去 这是勇士的需求 我们反观他本人需求 恩彼得需要大量单打空间 在76人 因为西蒙斯投射问题 其他射手并不能很好帮他拉开空间 所以恩彼得一直在面对一个 让他非常头痛的问题 时常要面对内线拥挤的局面 为什么恩彼得会放弃背框单打 转型成面框单打 背框单打 本是在第一位单打中 很擅长的进攻手段 恩彼得在背框单打时 明明是面对一个人的防守 等他转身投篮时 却发现身边多了几个防守球员 对他形成包夹 背框的恩彼得并不清楚 对方防守何时会对他进行包夹 所以他不得不转型 变成面框单打 能在背包夹之前 第一时间将球传到空位的队友 但勇士可是有一位极拼的拉空间球员 史蒂芬库里 况且勇士想要配备四名外线射手成容 并不难 恩彼得会获得充足的低外单打空间 我们拿战术板具体分析一下 把强侧资源全部清空 让给库里与恩彼得 在45度外线这个区域发生挡拆 库里失球向胡顶跑去 恩彼得顺下 到这个区域接球可以有很充足的单打空间 为什么对手难在这个地方夹击恩彼得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勇士这支球队他们擅长打什么战术 自从14年开始 勇士将弱侧战术开发到极致 很多球队不太会重视弱侧这个区域 只会让持球进攻能力较弱的人站在那里 将大量战术放在墙侧一边 库里很喜欢从胡顶开始跑位 经过弱侧底线位置 克莱以队友帮他设置无球掩护 最后跑到45度或者胡顶区域 接球三分出手 如果对手将包夹资源放在另一侧的恩彼得 这一侧的库里跑位就没人管了 究竟是不给库里三分空位 还是不给恩彼得低位的那机会 这是对手将要面对的问题 说到挡拆 勇士这支球队非常喜欢外线挡拆 无论是持球挡拆还是无球挡拆 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是对手将面对的第二道难题 你选择追库里还是包夹库里 库里不同于其他球员 他挡拆后不一定会向内线跑 他很有可能跑到更远的外线 挡拆后三分出手 也是库里非常喜爱的得分方式 一号位与五号位的挡拆配合 能第一时间防库里的只有五号位中锋 那恩彼得就出现错位单打 甚至顺下空切的机会 这也是勇士很擅长的 恩彼得挡拆后顺下 库里将球位在他手中空切成功 即使是错位单打 也是勇士非常愿意看到的结果 如果让恩彼得的第一位单打 一个更小的后悔 这画面不要太美 如果包夹库里 恩彼得就会出现机会 不仅如此 恩彼得的中投 也是勇士非常需要的得分方式 中距离重要性 我之前影片有提到 就拿17年勇士距离 没有KD中距离 为勇士进攻端持续续电 勇士很难拿下两连贯 恩彼得可以很好代替KD的工作 并且对他来说 呼顶接球后 运球中距离出手 也是在个人比较擅长的 有库里拉扯攻坚的腹力 恩彼得可以完成很多 在76人没法做到的事 更不用说 勇士还有一个顶级三分定投手 克莱汤普森 这只球都有太多进攻选择了 我们也时常看到 库里在一旁站着 由克莱负责跑战术 无球掩护后 接球三分出手 恩彼得与勇士确实太搭配了 而且勇士这套阵容 攻防转换速度 也会变得非常恐怖 当恩彼得保护下防守完盘 其余四名球员 可以利用高速的攻防转换优势 打快攻 这也是勇士王超时期 他们所擅长的进攻手段 这套阵容在进攻端 绝对会成为联盟其他球队梦魇 能打阵地 能打快攻 但也有一些隐患 防守是个问题 这套阵容防守 对三号四号位 要求很高 克莱因为膝盖伤病 很可能会损失大量的横移速度 如果面对速度非常占优势的后卫 这对勇士协防 有很高的要求 有时候需要恩彼得协防保护警局 有时候需要四号位协防 勇士需要一名防守协防签兵 比如追猛格林这样的球员 并且 对手会用同样的挡拆方式惩罚勇士 五号位挡拆 把库里挡在外线 对方后卫利用投射速度双右势 单打恩彼得 如果对手过掉恩彼得这条防线 这是需要向格林平师做的工作 及时协防 保护警局 但我们前面假设的 并没有格林 因为很多球队防格林策略 和西蒙斯差不多 最佳的选择 是有一名三分 协防意识出色的风险球员 但目前的市场上 有三分风险球员 已经属实不一 还要有防守 基本都是大发动球员了 对勇士来说 并不简直 虽然说交易恩彼得 已经很离谱 但也不能太离谱了 所以勇士防线 很可能远不如76人出色 无论是外线防守 还是风险球员队位 都是这套阵容一大问题 说实话 进攻拉满了火力 防守只需要达到 平均水平就够了 这点 可以参考健康的篮网 无论是恩彼得 还是唐斯 都可以瞬间将这支球队 打造成宇宙战舰级别 以我个人来说 还是挺期待的 篮网都已经搞成一支 超级舰队了 也不差一支勇士 但我们收回勇士 这个旗号先 我更倾向用他 来交易一个老将 符合库里个人意愿 也是比较合理的 勇士这支球队 确实很需要 经验丰富的老将 会球队新人 灌输一些经验与理念 尤其是怀斯曼 让他练出来 加内特的地位单打 真的不现实 就怕学到垃圾话 没摆正自己的位置 依然把自己 当成球队老大去打球 比赛还没打完 先把库里心态骂崩了 只希望他能协到挡拆 以及加内特 出色的协方意识吧 用事会用七号钱 做出什么大动作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全明星赛之前的最后一战 字母哥和恩比德 目前NBA最可怕的 两头内线去受 在东部迎来了一场 巅峰对话 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 完全不亚于气候赛 让人感觉 这真的是东爵的预演 字母哥和恩比德 一个32加11加9的准三双 一个42加14加5的超级两双 最终费城险胜攻路 以一场酣畅淋淋的胜利 迎来了小加西 这两人毫无疑问 都是各自球队中的第一主攻手 但这场比赛看下来 我们会发现 两队的对抗 不仅仅是体现在恩比德 与字母哥的碰撞 更是体现在 球队其他角色球员的 高下争斗中 在两个巨兽被严防死守 内线几乎被毒死的情况下 比赛的胜负手 就会出现在 其他角色球员身上 其实这场比赛 也是季后赛的缩影 队垒双方 除了比拼球队老大的橙色 更拼的是 球队角色球员的能力 简单来说 就是考验 球队副攻手的能力 那么这部影片 卢瑜就通过这场比赛 介绍 为什么球队副攻手 有那么重要 因为恩比德和字母哥 都是内线球员 在内线的威胁太大 所以在这场比赛里 对于字母哥和恩比德的 防守方式是一样的 都是收缩内线 尽可能地 把他们拦在游戏区外 同时 两队的教练都很明确 对方箭头人物 必须下击 公路大部分时间 都是用波蒂斯和伊巴卡 主防大地 其他人四季包夹 就像这回合 恩比德直球 由波蒂斯单防 但我们注意 两侧的霍洛迪和沃拉 都站在斜防的位置 而等到恩比德到了游戏区时 两人马上移动到恩比德身旁 和波蒂斯配合 完成三人包夹 最后恩比德只能传球 再比如这里 恩比德在低位刚拿到球 公路的包夹马上就到位 逼迫恩比德传球 以重新要位接球 而当恩比德第二次接到球 准备单打时 公路的包夹又上来了 最后把恩比德逼到了内线 使得恩比德没有任何进攻机会 又得出球 我们再看这里 恩比德湖顶持球 面对桑德罗的单防 大地先是慢慢悠悠地走到了低位 开始背身单打 但就在大地没运几下球之后 霍洛迪和马修斯 快速上前三人包夹大地 只要恩比德三分线内运球 公路就三人合围 而在这种情况下 就看76人的外线篮子准不准 首发出场的赛布尔只打了14分钟 而替补上场的克尔克斯马 却占掉了29分钟的出场时间 这样做我们也能察觉到 李福斯的用意 显然就是为了应对 布登的三人合围策略 而76人用的就是尼昂顶自摩哥 恩比德在后 侧翼马克西 哈里斯斜防包夹 就像这个回合 自摩哥低位单打尼昂 当自摩哥运球打到游戏区 内线瞬间上前 形成包夹之势 侧翼的哈里斯和内线的恩比德 最后成功防下自摩哥的进攻 所以 尽管自摩篮子不行 李福斯也会时不时 给自摩三人包夹的待遇 众所周知 恩比德的得分花样比自摩多 投篮技术也是更好的那一个 但是面对这种疯狂的包夹防守 无论是冲击力更强的自摩 还是技术流的大帝 想要得分太难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角色球员的发挥 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路这边站出来 帮助自摩哥的是霍勒迪 在自摩哥休息时段 霍勒迪左突右冲 疯狂输出 第二节揽下8分 带队把分叉拉开到10分以上 而第二节末段 费城把势头翻过来 中场休息之后 正要一股坐骑拉开分叉的时候 也正是霍勒迪打满第三节 但无虚发砍下12分 稳住了局势 才没让比赛出现一边倒的势头 而二年级新秀沃拉 顶替受伤的阿伦 康沃顿等人 在三分线外 给足了字母帮助 打出了公路外线唯一的优势 而恩比德的侦探队 则是马克西 在76人第二节 落后10多分的窘境下 是马克西10分钟内 狂懒14分 最恐怖的是个人连得12分 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而他面对的 还是霍勒迪的防守 如果没有马克西的火力输出 76人只有恩比德的得分 这场比赛不足以赢下来 当初76人没有送出马克西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所以从这场比赛来看 尽管当家球星有着超神发挥 但凭借艺人的发挥 很难赢得比赛 所以一个出色的副攻守 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超级球星不是超人 他们毕竟也只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也会累 也会打不动 或者说 他们可以打 可以不断得分 但一个人防不住你 我可以投入 两到三名防守资源去限制他 这样你就得不了分了 而超级球星不得分了 球队进攻就会陷入一个窘境 这时就需要其他人站出来 当初勒布朗搭配欧文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效应 主攻守加副攻守 如今这已经成了联盟的大趋势 基本每个球队都会有这样的两个人 来保证球队的进攻火力 尤其到了竞争更激烈的季后赛舞台 打了四五场后 双方主打的战术体系 基本已经被摸得一清二楚了 如果不能在四场之内结束系列赛 证明球队的战术体系 并不能对对手造成降维打击 而这个时候 拼的就是球星橙色 看看双方球星哪个的更赢 而面对球队的第一核心 可以用多名防守资源 去强行摁住你的主攻守 让你发挥不了 而这个时候 副攻守就会成为决定比赛的关键因素 所以每每到了G6 克莱就很容易爆发 也是有这样的原因 往往遇到这种情况 更容易打出来的 反而是球队的副攻守 我们可以参考去年 伦纳德受伤后 乔治一人带队 闯进西学的场面 如果没有打出了 千万身价表现的雷吉杰克逊 如果没有雷吉这样橙色的副攻守 无论乔治再怎么发挥 再怎么强大 都只会倒在对手的群殴的策略之中 所以球队有一到两个出色的副攻守 会让主攻守变得更加轻松 这样 球队赢球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如今每一支NBA球队 都有自己的头牌球员 他们是球队的门面 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 但是 在任何一支NBA的强队之中 总会有这样的一名球员 他可能是一个巨星 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在比赛中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却不是这支球队的绝对领袖 对手的绝对防守重心也不在他的身上 但正是这样的球员 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比赛中 成为了球队最为可靠的一点 如果仅你是仰仗超级巨星 球队的战绩肯定会不太理想 过度依赖超级巨星 其他队员反而不知道怎么打球 而当球队除了超级球星之外 同时还有第二第三攻击手可以得分 那这种全民揭冰球队会非常可怕 这应该是季后赛到目前为止 76人球迷第一次在第四节 为登哥呐喊输威 如今的哈登跟巅峰相比 实力确实有所下滑 也在不断遭受外界球迷和媒体的质疑 即便季后赛前两场缺少恩彼得的情况下 也未能重新证明自己 也许我们再也看不到哈登 拿下恐怖的50加甚至60加三双 但我们不能否认 作为哈登这个等级的球星 维持基本的数据输出 或者说兜底能力依然存在 全场狂砍30加准三双 末节以一己之力 让费城和热火重回同一起保险 作为前NVP得主 上一次得分30加 还要追溯到今年的1月26日 今天哈登的表现 确实再次唤起球迷心中的那个大胡子 让拿下40加的巴特勒 也变得黯然失色 但在这些背后 还有个更影响比赛胜负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恩彼得 就像之前说过的 费城地灯这两人缺一不可 那么这部影片 鲁鱼就为大家分析 恩彼得的重要性 以及哈登末节的神勇发挥 其实观看得分 恩彼得表现好像不算太出彩 但恩彼得的作用 对于76人来说是无可替代 恩彼得回来的最大作用 就是攻防两端的威慑力 首先我们来看进攻端 恩彼得复出后 无论状态是不是百分百 只要站在那威胁就有 只要站在那热火就不敢放 就必须得找人时刻盯着 就像这里 恩彼得和哈登往同一侧站 热火弱侧的防线 就被拉扯的差不多了 而之后塞布尔的空切 热火完全没有注意到 全部的注意力 全部都在上线的三个人那里 这就是恩彼得的作用 恩彼得的复出 让76人重新在禁区之内 竖起了一个进攻强点 热火原本可以踩着三分线 进行防守轮转 但现在 他们必须要在游戏区里 安排多名防守球员 来限制恩彼得 这就让76人的角色球员 重新获得了呼吸权 同时 细心一点可以看出来 在恩彼得复出这两场比赛 热火防守重心和前两场不同 前两场热火防所有的防守资源 全部都放在了哈登身上 而当恩彼得存在时 热火也不敢对哈登 进行肆无忌惮的保夹了 我们看这回合 哈登和李德的挡拆 挡拆形成的瞬间 阿德巴约和阿拉迪波 直接在哈登面前竖起了人墙 堵住了哈登的突破路线 而这时 李德的那些 热火根本没人去管 只能让洛瑞过去顶了一下 而哈登面对双人人墙 往内的出球角度被封死 只能往弱侧底角挤甩 最后被热火识破完成抢断 热火面对不同的掩护人 给哈登的包夹是完全不一样的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恩彼得的进攻威胁 实在太强了 热火不敢给恩彼得 在这么深的位置一打一的机会 但其实这个回合 反映出两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第一 恩彼得这两场状态 其实和他面对暴龙系列赛相比 状态不是很好 可问题是 恩彼得并不需要恢复到很好的状态 他只要站在场上 就能对热火的防守造成巨大威胁 第二 你把哈登名字去掉 然后去关注这个球员 会发现 他是一名出球能力非常强的空位 在缺少恩彼得时 哈登不仅需要这样的出球能力 还需要曾经的得分能力 但如今的哈登真的很难同时兼顾了 可当恩彼得在场时 哈登就只需要出球能力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恩彼得 哈登出球出不了 76人得分太难了 但如果没有哈登 没人给恩彼得出球 那恩彼得就无时无刻 不遭到热火的无情包夹 即使恢复到例行赛得分王状态 也很难发挥 如果两个人都不在 那76人就没得打了 我们看这个回合 哈登湖顶反调给篮下恩彼得 助攻恩彼得篮下轻松打进 光看这回合 恩彼得其实是没有什么机会 但这种球也就是哈登可以传出来 也是他们俩的默契 所以 当地登两个人同时在场时 对于防守来说 你真的很难办 而恩彼得不只是对于进攻有影响 更大的提升 其实是在防守端 这也是我个人觉得 恩彼得最大的价值 小乔丹在防守端 就是一个大落勺 彼得太年轻 经验不足 这些都是前两场76人的最大问题 这也使得前两场76人 根本没人能限制住阿德巴约 阿德巴约这名球员 有近框得分技术 有一定的侧应能力 但射程不够远 这种特质的球员 最怕的就是静态天赋 比他还强的 而恩彼得就是这样的球员 面对恩彼得 阿德巴约很难打出好的表现 可以回想一下 2020年 农眉队上阿德巴约 把后者 摁在地上 揍成什么样 恩彼得的回归 让76人防守 有三样东西重塑 第一 禁区的护框 第二 76人防挡拆 变得更好了 第三 恩彼得 重塑了塞布尔的防守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之前 塞布尔的防守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强 他跟勒布朗 是有点相像的 当他出现在进攻球员身后时 他的防守威胁非常的 所以当恩彼得在时 这就意味着 塞布尔可以在外线 肆无忌惮地去扑防 当这些球员 过掉塞布尔奔鞋篮下 发现恩彼得在篮下待着 这时 就会极大发挥 塞布尔的防守能力 如果内线要是换成小桥单 塞布尔还没起跳呢 进攻球员就已经完成得分了 可恩彼得的存在 进攻球员就不得不减速 重新考虑进攻 可一旦减速 他就进入到塞布尔的防守世界了 所谓一个人 就可以改变一支球队的 攻守运转模式 大概就是说的恩彼得吧 最后 我们再来说说 莫杰16分的哈登 这轮系列赛之前三场 哈登在第四节 一共只有七投一中 怒砍两分 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 莫杰就隐身的状态 但是 今天的第四节 哈登彻底支弄起来了 9中5 三分6中4 单人单节 独得16分 这球 哈登和恩彼得打挡拆 热火换防哈登阿德巴约 这球 阿德巴约防得很好 并没有给哈登突破的机会 所以 眼看时间不多 哈登只能运球找节奏 随后 又是一个后手补三分 这一球 马克西持球突破没有机会 随即摔给湖顶的哈登 哈登不管那些 接球后直接出手三分再进 这一刻 他就是那个曾经的MVP 即使现在他的身体退化 即使他现在回不到过去了 但他依然在努力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做这些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追上曾经那个优秀的自己 现在的恩彼得还不是时辰功力 健康的他会给角色球员带来更多的带动作用 而费城终于在最需要哈登的时刻 等来了那个最完美的哈登 相信有了这么一场胜利加持下 哈登的表现会变得越来越好吧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点订阅